日前,美国洛杉矶华人华侨联谊会举办新型冠状病毒对洛杉矶各行各业影响座谈会,邀请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馨,洛杉矶郡郡政委员索利斯及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负责人座谈。 大家一致表示,目前在洛杉矶地区感染病毒的概率仍然很低,希望民众不要过于恐慌。 美国洛杉矶华人华侨联谊会创会会长马树荣表示,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很严重,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多国也出现了病例。 虽然目前病毒的确诊病例在美国只有十几例,但已的确造成了恐慌,对盛盖博谷地区餐饮业的影响更大,甚至多家餐馆已经停业。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梅欣表示,美国有380多万华裔,目前只有15个病例,感染率非常低。 同时,美国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也都采取了严密的防控措施。 他希望民众应保持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正常生活。 他也强调,去过中国的民众也应该按照政府部门的要求,在家自行隔离。 如果有任何症状,应及时与卫生部门联系。 洛杉矶郡郡政委员索利斯介绍,在洛杉矶线近1000万的人口中,亚裔社区大约有150万,而目前只有一例病例,希望民众不要过于紧张。 他强调,不应因冠状病毒出现种族歧视,社区民众不要相信谣言,也不要传播谣言。 民众如果遇到因冠状病毒受到的歧视,可拨打211举报。 索利斯还表示,他已经召集组建了一个小组,专门应对进行冠状病毒所带来的问题。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局长Montill Davis, 洛杉矶县消费者及参加事务部负责人Rigo Rears都表示,目前,路线民众感染冠状病毒的风险很低,民众增强自身免疫力,保持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尤为重要。 促统会主席朱德昭,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州分会会长关建荣,上岛餐饮集团负责人欧阳涛,美国南加州华人总商会会长王爱林,美国大西北总商会会长江峰年等参加座谈会。 没有爆发什么事情,大家不要担心,大家都要出来吃饭,买东西,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但经济好起来,最重要是大家勤死守,勤死连,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了。 城市卫视记者洛杉矶报道。